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破产了怎么办 哈啰大家好我是Andrew 欢迎收看保险知多少 好的相信大家有听过破产这两个字对不对 其实破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没有能力再偿还一些贷款啊 或者是你欠下的钱 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能力偿还30千 或者是我们讲的马币3万块的这个债务的话呢 你就可以申请破产 或者是人家可以申请让你破产 那么那个是在2017年 那么过后呢 这个门槛或者是这个数额 从马币3万块呢 就提升到现在的马币5万块 也就是讲说你如果没有能力偿还5万块的贷款 或者是一些债务呢 你可以申请破产或者是人家可以申请让你破产 通常申请让你破产的呢 就是你的债主啦 OK 那么在8月12号 今年的8月12号呢 就在内阁的开会的时候有提出想要把这个5万块马币的这个数额呢 提升到10万块马币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00千马币啊 所以你要欠更多钱才可以破产 以前是3万块然后变5万 然后变成现在要提出的这个10万块 那么这个方案啊或者是这个数额啊 一旦approve了过后呢 你必须要没有能力偿还10万块的债务或者是贷款呢 你才可以申请破产 人家才可以申请让你破产 那么破产对自己有什么坏处 第一当然你破产了过后哦 你不能结论啦 你又不能做工赚钱啦 你又不能拥有产业啦 你又不能买车啦 你又不能买这个买那个 很多东西你不能做 包括你也有可能不能够有自己的银行户口 因为你的银行户口都会被冻结 那么在2015年到2019年这短短的5年里面啊 就有8万个马来西亚人 80,000个马来西亚人呢 去寻求去申请破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欠下来的钱实在是太多 然后没有能力偿还的 真正呢成功破产的呢 在这5年里面呢 就有65,000或者是65,000个马来西亚人 已经成功申请破产的 那么如果你破产了 然后你又是一份保险保单的受益人 刚好那个人走了 有一笔钱赔出来 你又破产了 你可不可以得到这一笔钱呢 其实是可以的 可是呢你必须要像这个 Director General of Insolvency 我们说的暴穷局 或者是我们叫做 Malaysia Department of Insolvency呢 去申报讲说 你有一笔这样的钱将会 pass down给你 将会让你去继承这个东西 然后呢这个DGI就会告诉你 你要把这笔钱拿来做什么 一部分拿来还债 还是一部分怎样做怎样做 他告诉你批准了过后 你才可以得到这一笔保险金啊我们讲 所以呢最好最好最好不要让自己破产 因为呢破产了过后很多东西你做不到 就连得到保险金啊 你都要经过DGI的允许 才可以得到这一笔保险金 拿来还债也好 拿来做日常生活也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可以帮到你 还有其他人的话呢 就请你按like 顺便share在你的社交媒体 如果你是在YouTube看这个video的话呢 就请你subscribe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打开这个小铃铛 所以我upload新的video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最新的notification 谢谢收看 因为你的银行全部就会被解冻 诶 那么在2015年到2019年啊 这短短的 56789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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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